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寿司店 好多人把它称作 弯曲在寿司榜第一名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到底味道如何 我们先是点了一杯柚子酒 我们两个人都对它赞不绝口 那喜欢甜一点酒的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尝试一下 第一道前菜Milt 我之前在Sushi Sheet那一期提到过 也叫白子 味道口感接近老花 这里的主厨配了一些 类似辣椒粉的调料粉和酱油来腌制 可能是我吃过调味最好的白子了 第二个前菜Rezer Fish 配上它自己的鱼干当做酱汁 第三道前菜茶碗蒸 里面是北海道螃蟹 嗯应该是真螃蟹 我在里面还吃到了一小粒蟹壳 哇哦这里有好大一坨蟹肉 接下来到重头戏 哇这三块鱼生应该是当晚最佳了 三块都是Young Bluefin tuna 下面是最瘦的吞拿鱼配上黄芥末 右上角是肥瘦相间的吞拿鱼配上鱼子酱 左边是最肥的吞拿鱼配上芥末 表层微微烤焦有一股烟熏味 这三个可能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Bluefin tuna 我一直对吞拿鱼不是很感冒 我吃完一度怀疑我吃进去的是不是吞拿鱼 这是一道煮熟的生蚝 上次在sushi shin也有这道菜 这道是winter macro saba 鱼肉肥肥的味道酸酸的 表面那一层像是酸笋 这道是seabas 肉质非常鲜嫩 不知道为什么我吃出来一股子烤羊串的味道 mon fish liver 安康鱼肝 他们家的安康鱼肝入口即化 味道微甜软糯 wasabi也超级棒 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芥末 味道很浓烈 但又不是那种很呛鼻 这道是海参 配料非常的酸 就是那种直笔灵魂的酸 终于进入了主题寿司部分 第一个是一个鱿鱼寿司 他们家的寿司米是空运来的日本米 第二个沙丁鱼寿司 这个沙丁鱼巨肥美 听说今年日本的沙丁鱼不知道为什么都巨肥 为此还上了新闻 真的是只要够肥 连沙丁鱼都能入口即化 这个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沙丁鱼了 第三个blue fin tuna 可能因为之前的那三个鱼生过于好吃 以至于显得这道寿司倒是有些逊色了 第四道King Marco 第五道日文叫Kohada 英文是Gizar Shad 第六道Critoro 第七道是一个虾 接下来到了我最喜欢的海胆部分 我们今晚吃的是马粪海胆 号称海洋中的黄金钻石 尤其是这个颜色较深的海胆 吃出来一股淡淡的芒果的味道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吃马粪海胆 可以说是一战封神了 接下来的是Golden Eye Snapper 同时间段另外两对情侣是这家店的常客和主厨十分熟 接下来是Baby Scallop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scallop 掉到了外面 最后一个是烤鲜鱼 说一下当晚的寿司 也不知道为啥 我有几块寿司的米老是松松垮垮的 每次拿着都感觉要掉了 经常会有米粘在那个盘子上 和sushi shim对比的话 算是各有千秋 他们家我最喜欢的就是马粪海胆 和那三个bluefin tuna 那我们今天的探店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订阅和关注